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近日,围绕如何看待70年发展历程 辩证认识不同的发展阶段及其相互关系 以及中国如何更好地与世界相处等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园副校长李君如接受了中心设计者专访 他指出,跳出70年这一具体时间框架 运用大历史观来分析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 方能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初恰如其分的评价 我们要看这70年怎么来看70年我们走的路 进去的成功和经验要两个账 一个放到1840年两平日以来 176年的历史背景 一个放到中国上成立近百年以来的历史背景去看 李君如说 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和民族奋发图强的努力 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走上坦途的 经过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探索 成功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步步实现站起来富起来的目标 向着强起来的方向努力 从小的是非中跳出来 就能看到中共及其所有领导的事业是出应历史发展趋势前进的 李君如认为 如何理解前30年与后40年的相互关系 是正确认识和看待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需离经的一个重要问题 所以40年改革开放是70年里面很重要的 如果没这40年写下了华丽坑桩 这70年的成就也很难显出 这是为了40年充分肯定的 从此也不能够在肯定4年的时候 否定前30年 因为我说的前30年 是为这40年做了准备的 做准备的主要是 一个是理论准备 就论则大关系正确处理 能弄为标志的一些理论准备 第二就是提供了领导做提出 就那是工业化基础起来的 第三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李君如说在前30年探索过程中 中国犯过错误也付出很大代价 随着综合国力和影响力不断增长 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 如何与世界相处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李君如说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和思维范式下 让外界了解理解中国道路与逻辑 需要付出大量努力 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要夺一无二的 正因为夺一无二是人家没看到过的 没看到过甚至有的没想过的 是把我们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 就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 用我的饭式去套你 套过来套过去的时候呢 像个资本主义又不像资本主义 李君如说在西方对华负面言论之中 既有恶毒攻击诋毁反对 也有因不了解中国话语体系引起的误解 因此不要简单的去抱怨或批判对方 最根本的是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情 努力讲好70年来中国发展的故事 扩大对话伙伴圈 为什么要讲故事呢 我体会就是你现在讲道理 道理的话语体系它跟不同的这种东西 讲故事呢 然后呢百门不入一见去看看 甚至直接参与到我们生活中来 跟我们一起生活 那么就体会到这是什么东西 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 李君如参与接待了大量外国政党政要访华 也时常赴国外政府机构和智库 讲述中国道路与发展理念 他认为当中国变得更加自信 有助于把自己的故事讲得更好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